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关于香港 香港在10月5日这一天呢,都午夜 林郑月娥所颁发的那个法令 请注意啊,不是法案,不是法律 是一个法令 这个法令呢,是根据这个紧急状态法 而出台的,叫做禁止蒙面规律 这个呢,从10月5日的凌晨开始生效 那这是第一天,第一天就刚刚结束 我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呢,一直都在看 香港那边各个台所做的直播 刚刚看完,各个台呢,基本上现在都结束了 包括那些恶暴徒,包括示威者,包括警察 包括电视台,记者们 大家现在都回家去睡觉去吧 因为现在呢,已经是香港时间下半夜一点多钟了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 今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呢 就在香港的时间下午,林郑月娥发布了一个电视讲话 她这个电视讲话呢,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钟吧 但是呢,口气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凝重 她非常的生气 她对于就是这个禁止蒙面的规律 生效之前,那些暴徒们的垂死挣扎 发表了一个严正的谴责 她给她定义为 这是香港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在这一页,所发生的这些个暴力事件 令人发指 这个的确是 我昨天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也反复说过了 关于那个呢 我们在这里我就不再说了 看来呢,林郑月娥这一次 对制止这个暴乱决心非常的大 我说到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就是想明确一个 大家有一些人有的疑问 我实际上在昨天的视频里面说过了 我在这儿呢,再重新的再说一遍 就是他们制定的这个禁止蒙面规律 对于蒙面的定义 大家都知道呢 说你戴着口罩或者戴着面具 你部分的或者全部的遮盖了你的面部 这个呢,是算蒙面 这也没有问题 有的人就提出来说 如果她把她的脸画得乱七八糟的 让人认不出来她这个算不算 林郑月娥她们有没有留下来一个漏洞 我告诉你,没有 林郑月娥她们没有留下来一个漏洞 如果说戴着面具,那你算蒙面 如果是用这个颜料把脸上涂了 影响到辨识你这个面部的话 那这也算蒙面的 好,这是关于这个蒙面的定义 其实呢,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把你的脸部 给她做了处理 让警察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不能够从你的脸上来辨识出来 这是你 这就算蒙面 另外呢,这个规例啊 进蒙面的这个规例 它也考虑的比较周到 它有三个例外 第一个例外呢,就是专业人士 如果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需要蒙面的话 那你是例外的 因为你那是一个工作 比如说其中就包括记者 很多记者就担心 他们会被这个 禁止蒙面的这个规例打击到 所以呢 记者是例外的 我想应该是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 比如说他们放火 如果是有消防人员 他们去救火的时候 或者去救人的时候 他们消防人员 有的时候他们是戴着那个面具的 对吧 那那个呢,也应该是例外 就是说你是专业 你是因为你做这个专业的工作 而戴着面具的 还有呢,比如说医生护士 到现场去抢救这个受伤人员 那也不应该是算在 禁止蒙面之列 这些东西呢 都是用你的常识 英文呢,就叫common sense 来判断的 第二个呢 我还没有特别的搞清楚 他那个第二个 第三个 说的是因为你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你有病 对吧 比如说有哮喘 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哮喘是不是需要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如果不是那个很恰当的话呢 请你原谅不要较真 就是呢 假如说哮喘 你就需要说 老戴着一个氧气带 或者氧气罩 但是呢,你又想去参加这个游行 那你就带着这个氧气罩 这个就不算 这个肯定不算 就是三个例外的情况 另外呢 我看到 昨天呢 有两个人 我昨天说呢 他们是立法会的议员 我今天查一下呢 他们不是立法会的议员 好像就有一个是什么 学生脸的一个什么头目 另外一个应该是一个民间组织 他们两个就向法院提出来 要求法院进行复合 然后做一个临时的禁制令 来禁止这个禁止蒙面的规律的实行 那昨天呢 确实是法院就连夜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处理 处理的结果就是 不予受理 好,今天呢 我又看到了 这回是立法会 这个民主派的议员 他们要联名 来做一个同样的事情 就是想要求这个法院 来进行复合 然后出一个临时的禁制令 禁止这个禁止蒙面的规律的实行 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的理由呢 就是说禁止蒙面的规律 这个规律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 和游行自由的权利 为什么呢 他们就举出来例子 就说人们去参加这个游行示威 然后蒙面 不是为了进行暴力的破坏 是为了防止 第一就是被日后列名单追究责任 第一防止的是政府 第二呢 防止的就是他们的雇主 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公司 会反对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如果你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 我就开除你 比如说国泰航空现在呢 他们就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你参加这些活动的话 那我就会那个开除你 我想说呢 这两种情况都不应该 从法律上来迁就他们 为什么 每一个人你都应该为你的行为负责任 咱们先说你的雇主 你的雇主 他们有规定 任何人 你在这个公司工作的话 你必须得遵守这个公司的规定 你必须得遵守 而且你应该对你的这个雇主 对你的公司是一个诚实的 那这个公司呢 他规定说 那我们不支持这个员工 去参加这样的暴力活动 或者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你呢 就不应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如果你参加的话 你应该先辞职 或者是你就明确告诉他 说我是要参加的 你怎么着吧 你是要开除我吗 还是你需要我先辞职 对吧 你的雇主就会告诉你说 那你必须得先辞职 如果说你的雇主说 啊行 我们公司只有出了你这么一个 而且你这么诚实 那你去就去吧 你保证你不参加暴力 如果你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去 对不对 如果说你通过一个隐瞒的方式 你日后让你的雇主知道的话 雇主一定会来开除你的 对不对 那你已经做了一个不诚实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事情 对吧 欺骗你的雇主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一个事情 那怎么可能还让法律来迁就你 帮助你来做这种不诚实的事情呢 这不是很荒唐吗 对不对 第一个原因 那就更别提了 对不对 本来这个法令就规定你 你不可以蒙面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来迁就你呢 让这个法令来迁就你呢 这是不可能的呀 这个法令或者是规律 他的出台就是考虑到要保护公众的利益啊 有的时候呢 一些法律说你保护公众的利益 有的时候会伤害某一些人的利益啊 人在这个社会上呢 你要服从大局 你不可能说为所欲为 这个社会的管理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是充分的自由 都是满足你的愿望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我说 比如说加拿大是65岁退休 男的女的都是65岁退休 中国呢通常是女的退休要早一些 男的退休呢要晚一点 而且呢工人退休要早一些 然后干部退休呢要晚一点 他考虑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生理特点 尊重的是人这个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别 对不对 那加拿大它是男女全都一样 那我们的女士 你就因为说 哎我们男女之间生理上是有差别的 你一定要女士就要提前 那加拿大的这个规定 是不是就违逆了我们这些华人 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我们的一个愿望 是不是 他违法了我们这个呀 我们非得不干 对吧 你只能是去遵守这个法律 而不是去跟他去抗争去 非得不干 对吧 人家制定了这法律 这法律已经很久了 很多很多年了 对吧 如果说你提出来一个反对的意见 人家要是说采纳了 你就可以开心 对不对 如果不采纳的话 那你也应该愉快的接受 来服从整个社会的这个规范 所以我就说这些反对派 他们实在是太过自私了 你更何况 他们一天到晚的 他们不是举着打着什么美国的国旗吗 不是拥护美国吗 愿意认美国做爹吗 愿意认英国做爹吗 甚至说让日本来统治也行啊 对不对 这不是你们的那个吗 美国从18多少年 它是最早的一个出台 禁止蒙面的 之后呢 有各个国家 现在大约有十个左右的国家吧 都有这样禁止蒙面的法律 我一直都在给大家介绍 加拿大的法律 对吧 加拿大是2013年出台的 这个法律 禁止蒙面 你不可以蒙面 你不可以以任何的形式 让你这张脸变得跟你本来面目不同 影响了对你的辨识 对吧 如果说你这张脸 现在大家都认识 哎这就是寒霉 对不对 假如我戴一口罩 大家就认不出 哎这是寒霉吗 如果我戴的更累了 这是寒霉吗 如果说我在脸上都画的 对吧 寒霉了 你就说这是寒霉吗 这就不行啊 影响了对你的辨别 这就不行 好 我们再说 从5号的凌晨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这个蒙面规律的实行 它有没有效 我认为非常有效 非常的有效啊 我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呢 我就一直在看 他们这个现场直播 各个电视台 我轮换着看 我就看到呢 在各个地方 今天和以前的景象 就不一样了 你就看到满街的 那些个就不是之前的 蒙着面 拿着棍的 对吧 之前你就看到满街都是 穿着黑衣服 那个脸上也是黑的 浑身上下都是黑的 拿着棍 到处去游荡 跟鬼似的 对吧 跟魔鬼似的 今天没有了 今天呢 只是个别的地方 今天就看到呢 在那个车站 地铁进站以后 那些人跟那咋 真的是很疯狂 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元朗 他们今天也挺疯狂的 元朗有一个十八厢 厢市委员会 一座两层的小楼 外面呢 有一个小院 有院墙 是用的铁栅栏 有铁栅栏 然后那个大门呢 也是一个铁栅栏 那二楼那有一个阳台 就是外面有很多 大约可能是有那么 十几个吧 蒙面的 跟之前的那些暴徒 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们就往那个阳台上 扔砖头 扔石块什么的 扔硬物 把那玻璃什么都砸碎了 还扔了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汽油弹 扔上去以后呢 先是火光一闪 然后就冒了一些烟 庆幸的是后面没有了 当时吓唬一跳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小楼现在 要被点着了 但是呢 后来没找起来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栅栏 给他拆毁 给他摇呀摇 给他摇下来 然后有一个人就跳进去 把大门打开 这些暴徒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拿着棍子 反正剑什么砸什么 把里面能砸的 就全都砸了 一楼砸坏了砸二楼 反正就砸 外面呢 有一个人就跟着喊 一分钟啊 一分钟 然后后来还说 出来吧 出来吧 在里面有人说 叫出去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 就都出来了 这个活动叫什么呢 他们现在 把这个叫做快闪 他们也学会了 这个快闪了 快闪就是 闪一下呀 就到一个地方 闪一下 现在他们就跟警察呢 打游击 像这样的 真的是蒙面法 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用了 因为他在那破坏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呀 他就去那 没有警察的地方 对吧 你等着警察 得到了消息 来的时候 他已经跑掉了 今天都是这样的 今天呢 我看到 好多的地方 什么 拳湾呢 铜锣湾呢 还有什么 太子啊 望角啊 这些地方 还有元朗 今天的众筹戏呢 有两个 一个是元朗 一个是望角 这两个地方呢 暴徒比较多一些 当有警察的时候 你就看到 他满街的人啊 都是不蒙面的 他们不蒙面 然后呢 就跟警察 跟那儿 就对峙 互骂 或者是 就他们骂 然后当警察走了之后 有的人 就戴上面具了 说那个 望角那个地方呢 就是戴上面具之后 他就设置路障 然后我也砸 今天呢 就把一个 优品360 那个店 就给砸了 砸了以后呢 就跑掉了 就是警察 就不在的时候呢 他就设置路障 拿一些大竹竿 然后就弄到路上 支起来 让你车 没有办法过 当警察出现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那个 面具就摘了 警察出现的时候 就看不到 那个摘面具的 警察就更看不到 戴口罩 就摘了 你警察也没办法 抓呀 他也没戴口罩 对不对 那警察来了 跟他对峙一阵呢 就把路上的 那些竹竿什么的 都给他捡走 然后呢 警察就离开了 警察离开了 然后他们又重来 他就这样 今天一天在那里呢 记者在镜头里面说 今天这样已经三四次了 三四个来回了 就是这样 跟警察 就是打这种游击战 藏包包一样的就是 你来的时候呢 我就装好人 你不来的时候呢 我就戴着面具搞破坏 今天呢 他们还有打一个 这个普通市民 这个市民呢 好像是因为 这个市民拿着手机拍 我看了有很多人都在拍 有记者 还有不是记者的 当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市民拍的呢 他们就不干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 是一个大陆人呢 后来说不是 他们就是因为他拍 他们不开心 然后呢 就让他交出来 他的手机 然后他不交出来就打 打的他满头是血 后来这个救护人员还来了 救护车就来了 反正这些人呢 就是现在呢 他们采取的这个办法呢 就是游击战 但是呢 很明显的和之前的不同就是 之前你就是镜头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那些大的媒体 对吧 有线呀 无线呀 他们都会派出大量的记者 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记者 然后他总台呢 就会来回来去的切换 他在这个一个画面里面呢 他就放两个 顶多放三个 一般的来说呢 就放两个 如果有什么激烈的事件的话呢 他就是全屏就是一个 一个画面 就是这样的 他派出了很多的这个记者 以前的时候呢 他也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啊 电视台 以前的时候呢 你就是放眼一看 每一个地方 就这个画面里面啊 两个或者三个 画中画 对不对 起码得有一个跟着着火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今天就没有 你说这个禁止蒙面 这个绝对是有效的 绝对有效 西方的媒体 还有那个美国的 反华的议员 Rubio Rubio又站出来说了 说这种禁止蒙面呢 不能够解决香港的问题 谁也没有指望 禁止蒙面 就彻底解决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起码能够制止暴乱呀 或者说减少这个暴乱 减少暴力事件 对吧 今天很明显的 这个暴力事件呢 它从数量上 从规模上 它就减少了呀 它确实是减少了 对吧 我刚才说了 那镜头里面都看不到了呀 就是那些个 现在在街上 那些还在那喊口号的那些 你一听他们喊口号的那劲 对吧 那声音 你就知道 这就是之前那些蒙面的 手里拿棍的 拿鱼伞的那些暴徒 就是他们 但是现在就不让他们蒙面了 他们就没办法 他就在街上 跟那喊喊口号 个别的那些暴徒 来进行做那些个暴力的事件 我还看到了 有人在传 说那些个暴徒 他们的价码 现在增加了 为什么那些暴徒这么卖力呀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是以身试法 和警察捉猫猫 蒙面砸那18箱 去砸那个火车 去砸那个银行 为什么呀 他们的价码加大了 原来说是一线的那些 是给8000 现在给15000 几乎翻倍 所以他们那些人呢 还是很卖命的 在香港 一万五 你一天你挣不到 一个月 有很多人 挣不到一万五 所以他们很卖命的 一天 他就能挣一万五 对不对 如果他更卖命的话 他们的金主 没准还 更中赏了 是不是 就像那些 去打警察的那个 我在这呢 我再说一下 那个便衣警察那事 那便衣警察 在元朗的时候 他那个 从车上下来 受到他们围攻 那些人就奔着 要他命啊 拿汽油弹 扔他 那汽油 都扔到他身上 立马就着火 他那脚上都着火了呀 要不是他 应该说是 训练有素吧 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 就傻了 对吧 但是他训练有素 他就知道 从那里面跳出来 还有呢 他那个枪 他那个枪呢 在那个过程当中 掉地上 然后他把枪捡起来了 但是呢 那个弹夹 和那个枪分开了 现在那个弹夹 不知所趣 现在政府还呼吁说 市民捡量的弹夹呢 一定得交出来 如果你不交出来 你在香港私藏武器 你留着那弹夹 也叫私藏武器 如果你私藏武器的话 判刑最高 可以到30年 很严重的 所以呢 香港的 如果有看我的视频的 对吧 你如果家里面 有孩子呀 或者你周围有孩子呀 那天在元朗出现 或者是你的孩子呢 去参与这些事情的话 你最好是问问 你们家孩子 手里面 有没有那个警察的弹夹 如果有的话 赶紧交出来 否则的话 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 好 说到这儿呢 我就还想说 警察 那个元朗的警察 说实在的 在那种情况下 他手里有枪 对吧 就打了一个人的那个大腿 其实他当时 就撂倒一个 那些人就怕了 你手里都有枪 生命受到那么大的威胁 两次被扔了那个汽油弹 别人奔着要你的命的 你手里有枪 你还不撂倒一个 撂倒一个两个的 绝对是应该是很管用 不光是对于那一天的情况管用 对于未来 整个的这个香港的局势 都会管用 都会有震慑力 我昨天就说了 这个政府啊 和这个暴徒啊 林郑月娥 不要跟他们谈 你就要强硬 你强他就弱 你要弱他就强 对不对 你看近蒙面的这个事情 如果早近的话 早好了 你看多有威力 街上就看不到 那个汽油弹了 看不到那火了呀 对不对 看不到了那些个魔鬼啊 那些黑色的魔鬼了 我希望香港的警察呢 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镇压这个暴力呢 更有效一些 能够想出来一些 怎么样来对付 他们这个游击战的办法 我觉得就可以 这些电视台的记者 他们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记者 那警察不可以 在这些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有警察吗 对吧 在每一个地方都弄上警察 给他们针枪 枪是有威慑力的 你有了枪了 你就可以以一当十啊 以一当十 以一当百 因为他们现在又不敢蒙面了 对不对 你起码可以防止 向他们去砸那个列车 还有砸那个18箱 箱委会的那个 还有呢 砸那个优品360 对吧 你起码能够防止 这些恶性事件啊 如果他胆敢砸的话 一枪就给他干倒 人少也没关系 你给他干倒 他们全都鸟兽散了 他本身他蒙面 他就是那个 已经是犯罪了 对吧 我就觉得可以这样 你人少 你没有办法 你分散开 人是会少 但是呢 你加强他的能力啊 我认为 可以是这个办法吧 我希望我的这个建议呢 能够传到香港的 这个政府 或者警队的耳朵里面 让他们能够再考虑考虑 顺着这个思路 再往下考虑考虑 看看 怎么把这个方案呢 给他完善了 好 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